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拆卸馬胺盤螺絲位置的螺絲 拆卸馬胺盤螺絲位置 將法蘭盤清潔乾淨 把盤裝於左手方便上 死時螺絲不用直接鎖緊 因為待會還要再校正 同期度 螺絲手置可 法蘭盤可微調的幾度幾分 不用先分掉 將轉安排校正同心 與輸出走的同心 到這 鎖緊螺絲,螺絲在鎖緊時 分次鎖緊 主的中間再多次確認一下 反彎盤是我同心度有跑掉 反彎的校正同心度與主的同心度 通常要照在兩條子內 將本體放置法案盤面清潔乾淨 接著將有建的法案盤 接著面一樣清潔乾淨後 放置於本體上 用螺絲進行鎖緊 放置好後 用螺絲進行鎖緊 外面就要把螺絲進行鎖緊 把螺絲進行鎖緊 清潔乾淨 就像鎖緊擺 就像鎖緊擺 開始了 內部 放置於雙上 從洞上 再一步進行高桿上面的箭槽 校對 這邊會有一個箭槽 先使用駕長的螺絲 將本體先固定於主軸端面上 這個部分的話只是暫時固定 還不是鎖在機台上用的螺絲 方便於一次線的校正 那稍微鎖緊上去之後 確實 利軸先往上抬上一點 那這時候 我們就是扶著 我們的本體往上 那 因為主軸已經打M19定位了 所以可以轉動輸出走 來使一次線全轉 然後去校對正確位置 那如果說一次線校對完了 你可以看到說 我的本體是可以 直接往上裝 那這時候 那這時候再使用 他鎖在機台上的螺絲 進行鎖固 那大部分的螺絲鎖固之後 確保他不會從 主軸上掉下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行說 剛剛 補助我們安裝的 長的螺絲拆解 這樣最後的兩根螺絲 進行鎖固 鎖固 鎖固完之後 我們以目視的方式 來確認 是否有完全貼起 這時候可以使用手電筒 這時候可以使用手電筒 來補助我們 檢視是否有 完全貼起 我們可以照一下接盒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光不會透過接盒的地方 那代表說我們的 接盒是完整貼起在 法案盤上 那這樣子的安裝 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 檢視說是否有 安裝正確 首先第一步 使用千分錶 將錶攀置於 基準面上 這時候 我們 打層次使用反轉M4 然後S100 來看看振動值為多少 看是否會超出我們的標準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M4 S100已經打下去了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確認我們的錶 是有真的M4 那 它的振動值 以鎖部來講的話 它基本上 只會有 一兩μ的振動值 那如果說 你的振動值呢 超過一條半的話 那可能是 發安裝的過程中 有什麼失誤 那 我們可能就會 需要再重新安裝 那現在進行的是 內孔兩側偏板 那我們這時候手轉其實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 內孔偏板 其實只有 大概 兩三μ 那我們現在進行加工方向的調整 我們可以看到 本體上總共有六顆螺絲 是來調整方向的 左邊三顆 那 右邊一樣 後面一樣有三顆螺絲 三顆螺絲都進行鬆 鬆開 鬆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的下座子 可以 任意的 轉角度 那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基準面 那我們可以使用千分錶 來進行 我們的 加工方向的 校正 那這個校正呢 我們 基本上 這個基準面上 可以校正在一條內 那當然是越準越好 請教台幣 我們設計 卡通 請教台幣 導演 請教台幣 鈴 我們 你可以 看 指教台幣 想 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